欢迎回到大台中联播新闻 台中市第15选区平地原住民议员补选日前落幕了 由阿美族的吴建德当选 市议会22号这天举办就任典礼 吴建德在父亲前议员吴显森和兄长议员吴成贤官吏下宣誓就职 28岁的他也是台中市议会最年轻的议员 吴建德表示就任后将为原住民争取福利 把台中市打造成原住民的模范式 台中市议会进行第15选区补选 当选市议员吴建德的宣誓就职仪式 会后受访时表示他主张原汉合一原汉合作 要让原住民不会被孤立在外 为原住民争取福利 感谢大家的支持以及主任的挺力相助 让建德有这个机会 在市议会来为他们努力争取 利用我们原汉合一原汉合作的方式 争取更大的权益和更大的生活基础 让我们在台中市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也相信我们主任在这一段时间一定会有一些的改变 从今天开始 原汉合一会创造市政的唯一 由于吴建德是现任市议员吴成贤的弟弟 创下台中市议会首次有两兄弟同时在议会服务记录 他也以28岁的年纪成为台中县市合并以来最年轻议员 是我们全台的首例兄弟党议员一起在我们议会 那我想未来我们吴建德议员以及吴成贤议员 也会和我们议员大家一起努力为我们台中市民 共同的来努力争取更多的建设和福利 当然开心是一时的那也是责任的开始 那我希望他进入议会也不要忘记这么多族人赋予他的责任 希望他能够为原住民的族人能够在议会多发声 多争取跟市长不同的努力来为台中市的原住民族人来付出 由于前市议员黄仁当选原民立委 吴建德在仅有一席的台中市平地原住民补选中胜出 台中市议会立即筹备就职典礼 包括爸妈 叔叔哥哥等人都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